最近手机游戏圈子节奏是不是有点多 看着让人觉得恶心 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感觉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是西总哥 今天银河系最懂的主播将会从商业的角度出发 跟大家分析一下近期的手机游戏圈子 尤其是648抽卡手机游戏啊 为什么最近的舆论环境会越来越辣眼睛 哎 我不想说什么干货满满啊 但是我认真做视频的时候 内容肯定是绝大部分玩家很难以看到的那种深度的 就甚至我敢说很多做办公室的985游戏运营们 看问题都不一定有我深刻 首先 最近有一些手机游戏的圈子是不是在舆论氛围方面 力气特别重 毫无疑问 是的 可但是也不完全是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的国际频道啊 克罗林德的攻略视频下面最高量的评论是什么 抽克罗林德的只有两种人 为了成为他胸前扣子的人 还有就是想被他践踏的人 然后我可以看到下面有不少玩家就在相互调侃说 你成为了他的扣子不就被我解掉了吗 以及一些玩家们在亲切的相互问候什么 你老婆我老婆什么的 反正你感觉国际服玩家大部分还是日复一日还是那个样子 在我的克罗林德视频的下面 上线当天的攻略 你却几乎没有看到有人在提及什么东西或者宠物之类的 当然我的频道嘛 纯度肯定都是不高的 你前排你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玩家在抱怨说 克罗林德这个风担特产的天赋 结合他的周本boss的材料 明显就应该是早上的角色 就摁被拖到最后了 是不是给谁让路了吗 还有就是克罗林德上线了太棒了 阿琴干净 拿上你的雾切身渊有的爽了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意思就是嘿嘿 不抽滚 但是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评论称词也就是表达对原神的运营的不满 但是很明显的华语圈子的外部的玩家似乎对节奏好像敏感度差很多 兴趣度并不高 大家要搞清楚来看我视频人肯定都是懂中文的 当然也有一些华语他只能听得懂的 打字打的不太顺 但是我相信他们绝大部分看和听是完全没问题的 想要浏览中文社区多半也是畅通无阻 事实上我翻了一下200多条评论里面实际上是有这么一条是在提起宠物妇人的 我估计看漏了 可能还有第二条第三条 但是总之就是感兴趣的明显肉眼可见的很少 比例比较低 以至于你得专门去找才能够找到类似的评论 那条评论其实有十几个人点亮 那说明其实知道的人是不少的 但是可能大家也不太想去搭理这种事情 最多就是点亮一下 甚至连单独留个言都懒 那反正就被淹没了吗 这不太起眼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根据我的观察啊 这样说吧 假如社区起了十次节奏RB上面可能有八次九次下面都在热切的讨论 但是国际服务可能评论区能够看到的明确的大家感兴趣的只有这么三次左右 就属于那种比较大的事件 比如说三颗纠缠之源之类的 大节奏大家都会有动静 但是剩下六次可能小节奏呢 在国际服社区就显得声量很小了 关心的比例迅速就下滑了 所以就显得要格外安静 清静一些 总的而言 你盘点什么最近十大节奏 他们可能会六到七个 很多人没听过 首先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现象就是 为什么国际服玩家的社区环境很显然就没有部分的国服玩家社区这么的混沌呢 因为他们并不是不知道 也不是看不懂 他事实上也有人在提及 有人在点赞 但是为什么感觉就是散不太开来 或者说相对的散开的幅度比较小 这个就引发了我思考 今天跟大家总结一下 我认为可以说是高等社区银特希最懂游戏 董哥又要提出惊人理论 那就是资本容易塑造恶极化的社区 并且这个理论 他实际上可以适用的范围还是挺广的 不仅仅在游戏圈子 他可能跟你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关系 你们都知道 我在美国还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的 因为我有个大舅在美国当卧底嘛 然后我作为银郎的老公是地球圈最好的黑客嘛 有时候要过去帮忙 是个普通的男子高中生侦探黑客 有没有感觉连花纸都快看到了 我靠 我的设定怎么越来越复杂了 然后我在美国也算是待了一段时间 当时根据我的观察啊 他们那边不是每四年一次就会背后有两股资金在较劲 会撒到各种社区 然后就进而产生生蓝和生红的两种 那种社区 然后那种很深度的社区 一般说话都是挺极端的 就打比方说 有些支持者会觉得我大舅辱骂女人是正常的 一个真正强的男人就是应该辱骂女人 你可能听起来很极端 但是事实确实如此 就甚至说出这种话的还是女性 更多的例子我就不展开说了 毕竟这不过是游戏区的视频嘛 以后搞个什么会员收费频道再说 反正你懂我说什么就行 就是不管任何的领域 根据我的观察 一旦资本开始介入的时候 事情就开始 变得复杂起来了 并且容易二极化起来 当你站在外部去看他们的社区怎么感觉有点奇怪的时候 你要记住 那是因为资本没有伸到你这边来 这个是一种相对概念 所以你套用我前面的那个理论 回过来看看国内大陆的内部的游戏社区 在我看来如今的这个现状本身呢 跟社交平台本身也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大陆的游戏厂商 他们普遍会跟大陆的社交平台保持一定的关系和距离的嘛 听懂了吧 这就形成了资本方 我们在这里假设一个厂商A 他跟某个社区A这么说 我给你们一个月 比如说两百万人民币的补贴 我说太入股了 可能就是广告费嘛 对吧 然后这个社区呢 他可能一看自己一个月啊 广告费收入其实也就一百万左右啊 我们就假设是游戏区吧 那你可以想想 这两百万对于他们社区的分量到底有多重 对吧 你可能一个月就一百多万 一百五 一百六的 那两百是不是结结实实的超过了百分之五十的营收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相信不用我说了 对吧 华人社区的人情事故 你懂的 我跟你之间有合作关系 我一个月给你两百呢 占了你的营收多少 开玩笑啊 对吧 吃饭的时候随便说一句 哎 朋友 最近有个事是不是闹得有点大了呀 你看着办中 那自然涉及人情之间的往来嘛 尤其是华人文化 礼尚往来 我说句难听的 社区A的管理员说不定都吃着碗底看着窝里 说不定想着套近乎 到时候我就可以跳槽了 那也许有人就要说了 董哥不对呀 那不就是单纯的收了人家的钱 帮人家说话 就这么简单吗 怎么会舆论反而变得更加混沌了呢 那不是单纯的这个社区A变得一片赞歌 在吹某个厂商罢了而已 这不是很和谐吗 怎么会混沌起来的呢 哎 你问的好 问在座的一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一粉顶石黑 其次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渠道本身也是有限的 假如这个游戏公司他做的很大 实力很雄厚 他不仅占助了社区A 他甚至BCD都全部占助了 当然EFG他可能没有去碰 因为那帮可能不是他的用户画像 但是属于他这个分类的社区ABCD全部都被他占了 嘿嘿 那我问你接下来剩下的厂商怎么办 诶 此时肯定有玩家们要这样说了 那我出钱砸呀 跟他抢呀 抢花语权啊 诶 说的太轻松了 你怎么不砸个五亿兆美元把扎克伯格买回来 给他脖子套着让他帮你看门呢 肯定有人要说 我有这么多天我会买扎克伯格那种东西 我买美少女不好吗啊 我买我就买眼镜娘JK啊 还要戴瘦儿的 而且还要双马尾 你小子还挺懂的啊 很对啊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你没有五亿兆美元 你在骂 说白了啊 就是不是每一家公司都有这种实力去赞助各大社交平台的 于是在背地里面就会形成一种商战 在这里商战有两种打法 第一就是你跟他抢资源 你花钱 你也砸钱 这个思路非常简单 直白粗暴啊 但是说的简单 参考前面 你怎么不花五亿兆美元把扎克伯格买下来 在你面前跳肚皮舞呢 呵呵啊 就是单纯的没钱 对很多厂商而言不现实 对不对 哎 这个时候肯定会有人说我给不起两百万 我还给不起二十万 给不起四十万 不成 有谁规定一个社区只能合作一个游戏厂商吗 哎呦 谢天谢地啊 大家都是这么想 肯定也有这样的厂商 可是你想想大家都是成年人哎 做事很现实的 厂商A给你两百万 厂商B给你二十万 到时候你推送那些什么帖子之类的 各种宣传 换你你会想服务好谁先 谁是最优先的 而且这种事情很容易形成马太效应 我们假设一个社区厂商A的赞助占了35% 剩下有十家游戏的 游戏公司合起来占了65%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社区有可能舆论导向过来之后 他反而占了80%的话语权 这个时候可能有人要说你只占了35%投资 凭什么占了80%的话语权 可但是这就是现实人家就是最大的股东 你剩下的游戏厂商即使加起来占了65%的投资额 你毕竟每一个群摊下来挺小 大家要求也不一样 去找人家的时候 因为你相对没这么重要 别人有可能甚至是踢皮球呀 打马虎眼呀 效果就会很大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 当一个社交平台他开始主推某款游戏的时候 这个平台上面的用户就开始聚集起来 多半都是那个游戏的用户 然后呢 这些用户一般来说 对另外一些游戏相对是兴趣比较小的 进而就很有可能接下来发生这样的事 其他厂商投自己游戏的内容 然后点击量就很差 因为社区的成分 用户画像 主导权基本上就是厂商A的形状了 前些天我刷到一个视频 一个up主吐槽 它会很差 因为社区的成分 用户画像 主导权基本上就是厂商A的形状了 前些天我刷到 他说他之前骂明朝的视频 打开后台数据一看 全都是米哈游的玩家在看啊 没多少明朝的玩家在看啊 非常的有意思 但是我也想提醒各位就是玩米哈游游戏的玩家也是有权玩明朝的啊 大可不必对这个画像有过度的解读 很多人玩米哈游的游戏不代表他对米哈游忠诚忠心耿耿 他玩米哈游游戏只是单纯的对米哈游游戏的一种认可 做得好就夸 不好就骂 很简单 很纯诚 我们是消费者 我们才是米哈游的爹 请叫我们米爹 谢谢 真正的米爹 值得信赖的米爹 我现在已经把耳朵放在麦克风旁边了 来 各位大声点叫的亲切点米爹系up主值得信赖 我靠是不是不找人离题了 我意思是你打开一个竞品的视频都可能是完全是隔壁的玩家为主 在看你想想 那更不要说一般的视频了 那数据自然是占主导地位的那一家厂商推送比较漂亮 这个就是一种另类的马太效应 所以像明朝这种 把自己塑造成更新Kila Yamato的感觉的营销方式还挺聪明的 那他可以吸引对家的玩家过来看视频就出于好奇 也会过来看看 看到没有 这种就是以小博大的小手段 所以第一种方法 你也去赞助来打反击 这种效果往往是非常糟糕的 一旦当你的体量不够大的时候 你很有可能是投50万得到5万的效果 相反你如果体量大 你可能投500万出2000万的效果 因为体量比较大的大象 他 主导了这个社区 然后第二种方法 我想绝大部分观众在这里都能够猜到 其实就是一些盘外招 像前面说的那种自我炒作 给自己按上一个GenshinKila Yamato的绰号 就是典型的一种小手段去挑杠杆 其实就是效率更低一点的什么水军 刷评论之类的 我想你们时不时都会看到这样的新闻 就是某某手游给自己刷评论 对不对 然后被人发现了 哎呦 一连串下来所有评论 说的话都有理有据 五星满分 全都是在帮厂商说好话的 你们干嘛要抱怨呢 这个游戏本来定位就是巴拉巴拉 你们抱怨 只是对不上而已 请说人话 爱玩玩 不玩滚 不要听那些逼逼的 做的都是他们 然后这些帮厂商们说话的账号呢 点开主页一看 关注的都是同样的账号 哎呦 你们是哪里来的500胞胎吧 所有人都关注同样的账号 但是说的话却不一样 还挺高级的 你以为他们很笨 但事实上他们被发现了 大家过去八方嘲笑 嘲笑完之后大家就记得这个游戏了 可不可悲 可悲的就是这个 人家翻车了 也是流量 这些只是小花招的其中一部分了 而且还是比较诚实的 破绽也太明显了 那肯定还有很多更肮脏的手段的 视频看到这里 估计有一些大聪明要说了 哎呦 我喜欢的那家公司 我粉的那个好哥哥 他就不干那些下山烂的事情的 他做事都光明正大 脑子里面只有服务好玩家 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只有天上的星空 那家公司里面的几个 我的好哥哥 他们的心里面只容得下梦想 以及开往伟大航道这么崇高的目标 光明正大的出钱 砸钱怎么就不闲呢 没有 我意思是说不要误会 我不是说你家好哥哥背后有没有做什么勾当之类的 事实上在我看来有一些大公司 他们是肯定是不懈做那些下山烂的手段的 因为一旦出问题了 被曝光了 舆论风险划不来 到时候你可能还得准备几个员工切割 把他们打为临时工作 还要安顿好 挺麻烦的 哎呦 你怎么这么熟练了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大公司宁可只要10%的利润 他们也看不上那些小单子利润8 90% 因为当体量到达一定的规模之后 最重要的其实是求稳了 当然我不敢打包票啊 每个人性格不一样 有些确实更加天生容易贪小便宜 对吧 确实是小人物嘛 难道他们还能够载入史册不成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个事情的重点 他其实并不是一家公司在背后有没有做什么手段 这个世界自始至终 他就不是非黑即白的 当你成长到一定的体量之后 当你占用了整个圈子的资源的时候 你自自然然的都会挤压其他人的生存空间 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别人反击你的手段比较卑鄙 但是你换一个屁股 你可能又会觉得画面又不一样了 因为有人在获取暴力的时候 他试图在维持这种暴力的现状 说白了 就是想要维持垄断地位 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你做生意 你也想一直垄断 那么你作为后来者 他会把你当成什么未来可期的学弟什么的 好好扶持一下你 给你建议 让我们一起为国产游戏争光 这样吧 你会这么觉得 那你确实有点可爱 真的 商场如战场 当你砸别人的饭碗的时候 别人自然会拿命跟你拼 这就是我当商人最大的感触 我以前在海外留学的时候 看到过一家店在卖假货嘛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曝光他们 没多久 他就联系上我了 就一副要跟我拼了的那个样子 你知道 想要跟我同归一尽 你想想卖假货的都这么猖狂 后来我的一个朋友这样跟我说 你说不定只是出于正义之心 但是这可是人家的生计 你这样搞就做不定等于把他们全家的收入来源给砸了 人家当然跟你拼命 商场就是这样的 当你做大做强 垄断行业资源的时候 你期待你的竞争对手们做什么 坐以待毙吗 跪下来跟你喊皇上万岁万万岁吗 别这么天真了 对吧 垄断的那一方 不会当后面来的是可爱的小学弟啊 后面来的那方也不会把你当成什么可以尊重的愿意帮我 愿意扶持我的好学长的 鬼根到底 一家公司本身内部就有几千个思想 很多玩家我想提醒你们 你们其实在你人画的那一瞬间 这个本身就已经是错误的画像 商场可不是怎么讲道德的地方 这个平衡感是异常难抓的 这些相关联的经济理论啊 我们用更通俗的话说就是 你总得给别人一口饭吃吧 可但是商人的天性就是贪婪了 很多时候他们是抓不到这个平衡感 就包括我自己经常的时候 我也抓不到这种平衡感 我会把别人赚到的当成我的损失 如果有的选谁不希望体面的垄断着整个行业呢 很多成就它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 人和可以自己努力 但是天时地利呢 人生就是这样的嘛 有些时候在某些阶段人家就是有贵人 你是没有的 人生很多时候赌对方向是很重要的 这个运机成分也是占一定比例的 做交易员的应该最懂了 就是你眼光再好 你也不可能胜率是百分百的 有些交易员他很赚钱 但是他胜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五十 但是人生可不是交易啊 很多人的人生他成功的风口可能就只有一个或者两个 如果是百分之五十全部错过了 可能就真的碌碌不为一辈子了 太心酸了这个话题 有些风口 你一旦错过了 你接下来不管怎么努力都会甚至有可能像我前面说的 你头五十万只有五万的效果 如此一来恶性循环 你开发的费用 经费同样没法保障 在很多成熟的市场 他都容易呈现出来强者横强的状态 你以为真的是小公司们不努力吗 小公司们不想卷质量吗 资源有限啊 本来宣发的效率又低了 比较能干的牛马又被挖走了 因为人家先来者利润前期累积比较多 你要怎么办 现实是有很多无奈的 我们说回手游市场 目前游戏相关的社区圈子 在国内给我的感觉就是财大气出的直接买赞助 海量买宣发 没钱的就整一些盘外的刷子 就是有人进攻 有人防守 好不热闹 大陆的几个主流的社交平台 什么微博呀 小红书呀 知乎呀 贴吧呀 哪个不是重量级啊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些平台全都立场极端鲜明 简直就像是恶极管那样 在某些领域要么就是亲某某牌子的 要么就是反某某牌子 甚至有些平台还存在性别阵营 如今国内的舆论环境如此的混沌 在我看来很大程度就是因为资本的碰撞 所酝酿出来的土壤 它本身就是容易两极化的 同理你们也可以总结出来 海外的平台也不是说完全就没有偏向 我就打比方说 有些平台你是不能够随便讨论犹太人 你可以夸 夸是可以的 董哥你是频道不要了 是吧 我意思是为什么海外的平台相对比较中性 岛月并不是说他们屁股就一定夹得很紧 单纯的是人家对你们的那些迫事不感兴趣 就没有利益牵扯的情况之下 才显得稍微亲近一些 其次就是他们规模可能很大 可能后台背后的母公司规模大的 不是说你几百万给我打进来 我就说可以帮你管一下各方面的风向舆论什么的 对吧 你游戏公司A像我前面举的那个例子 打个一百万可能占了他一个月营收的百分之五十 但是有些海外的平台他是巨无吧 你给他打一百万 你去跟他套近乎 他也会回你一句哦 你是占我们公司营收五万三千七百六十八分之一的那个公司啊 你有啥要说的来着 不好意思 我挺忙的啊 你可以留个言 我看到的时候可以回你五年之内一定会放心 如果第六年没回 你记得提醒一下我 说白就是前面我说那种情况 你可能在一个社区 你本来是大鱼 你去到另一个社区 你就是个小体量的家伙 其实就是文化不同 你也很难交流啊 这就像法国人去中国这个生意 他茶桌上面的各方面 他肯定要没有这么熟练的 各方面阻力就会很大 你中国的游戏厂商去巴结海外的公司 你同样就是换一个立场的外国人 对不对 有很多当地的礼仪啊 潜规则你是不懂的 人家看你是外国人也会防着你 这背后很复杂的啊 所以国界这种东西在我看来甚至会形成一种天然的屏障 所以才会导致资本的碰撞 对有一些社区的影响较小 但是对有一些社区的影响呢 就非常大 这些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他遍布于所有的行业 在我看来可能更多的只是二次元手游 这一块圈子本身是最近几年才在中文社区崛起的 他显得相对比较新 然后随着这个市场份额的座踏 不同公司进行商战 不管是表面上还是背地里 你一拳 我一脚 你脚一下 我办一下 达到一定临界点之后 你就看到这个社区变得既浑浊又难看了 其实舆论这种东西 他一旦涉及了资本 真的就很容易极端化的 因为当出现极右的声音的时候 他就绝对会出现极左 这东西就像是阴阳的两面 你无法回避 极右的声音越大 极左的声音也会越大 这个其实在很多领域都是一样的 而且这个是没法逆向的 在我看来可能有一点像是韩国社会 目前男人跟女人之间有点对立的这种舆论现状 这种社会天象一旦形成 想解开是很难的 在此之前 不是有一部分玩家在社区里面提出什么米哈游切割二次元社区的说法吗 一方面肯定是社区有一部分玩家实在受不了目前社区里面频繁的一些太低级的节奏 一种怨气的爆发 不是说完全不能理解 你像流音的PV里面出现一个男性 马上就开始P图凑CP带节奏的这种到处恶心人的生物啊 你可能觉得这个已经很抽象了 对不对啊 我跟你说个更抽象了 就是前阵子我不是在视频里面说西芝是我老婆吗 都有人跑过来攻击我说这是鲁鲁秀的老婆 让我认清楚自己的地位 我当时瞬间就觉得这一代二次元已经这么抽象了 那你们还能看翻吗 就没有 我是打心底的感到同情 就是就玩原神玩的 就原神把你们害成这个样子 是 我没笑 我意思是其实别人的老婆也挺好的 就真的你可以去体验一次 你有这个条件和这个本事的话 男人嘛 一生总得有这么几次去经历过这种征服的过程 人气很美好的 你们不要想太多 都是游戏里面的剧情 纯洁的我也都是听说的 你像有些文案他是真的犯错了 我是能够理解大家的 有很多东西在我看来确实是没必要的 像克罗琳德那段宠物的文案 你自己都知道要圆回来了 那你为什么不可以一开始就不要这样写 真的啊 当我了解到那件事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是啊 原来自己都圆了 那应该也没有太大的节奏了吧 然后下一秒我就啊 等等 你还知道圆了 你小子 因为你都知道自己要去圆回来了 那你一开始就这样说 师傅带了一个龙兮回来 但是他这样说 你只有打倒了他 他才会真正的认识 认可你为主人 对吧 就这样 轻描单写过去了啊 你还不用自己背后回头又写啊 他当宠物的感觉怎么样 他没有宠物的概念 你还知道问啊 那你一开始不要写啊 我同意有些玩家说的 就算是小弟跟班这些用词估计也有可能被人带节奏 那么就不要写啊 是吧 你打赢了他才能当主人这句话本身就不存在额外的附加条件 那不就也不影响故事 对不对啊 那也不会有奇怪的观感 有些人就是贱啊 就非要踹一下 节奏起来的时候你一定很委屈吧 我都圆了呀 神经了 来 各位观众 你们说是不是我已经说了一年了 原神当务之急就是认清楚自己已经没这么特殊了 你只不过是我们玩的众多游戏之中的其中一个 金星和春都快杀到你家门口了 你们是一个字都不听啊 大型纪录片 董哥反买 偷光下海 你们根本没资本一直去踹玩家底线了 像这种事情啊 我不管正方有理还是反方有理 反复的一来是很消磨玩家的热情的 观感太差你知道啊 你别说玩家们 连我们这些博主都看不下去了 西哥文的视频我不做就是因为克罗琳德的事情让我看的实在太辣眼睛了 而且下班也是重量级 你们这些文案到底在干嘛了 我真的 祝福啊 祝福 respect 咱们讨论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用逻辑去讨论 也可以像我这样有更好的方式 我说出来大家评评你这样直接带过是不是更好 但是有一些节奏在我看来就是简直有点神经的 纯粹的异响的到处拉屎 人家就登场一个角色 建模都没有了 台词也没有 就开始联想发散 披图带节奏了 太扯了吧 你们看鲁迅的文章同一集都有几十个CP的是吧 像这些人 他到底是不是人 他们到底是不是玩家 还是只是收钱出来披图的 我不好说 太过于低级的反智商的 我看起来同样恶心 所以极右派的反扑实际上是可预见的 会有这么多的玩家喊切割 我并不意外 但是也恕我之言 这种所谓的擅自切割 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 你拿这类理由去捂别人的嘴 别人只会觉得你是高贵天龙人 觉得你活在一种自己地位更高的幻想之中 最终矛盾只会进一步的激化 这个是现实 就像我前面举的那个例子 假如韩国女性今天切割 他们不再是韩国女性 我们是天人 不是女人 你们以后韩国男人不要再提及我们了 不许再评论我们了 你们骂韩国女人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已经切割了 我们是Solestarubin 那矛盾能解决吗 矛盾只会进一步激化 矛盾从来就不是极端的两派你一拳我一脚的攻防战之中化解 这种你骂一句 我骂一句 肯定是不会为你带来安宁的 咱们现实一点 很多问题是你我无法解决的 靠嘴巴是没办法捂住另外一个嘴巴的 与其在有一些无聊的事情上面过度的浪费你的情绪 不如远离 多关注一点 像我这么纯洁的 看待事情的时候 更加理性的 全面的up矛盾的话解绝对不是靠左右两派在打嘴炮的 只会加剧 真的啊 化解是源自于自己的放下 我充分理解大家可能有时候受了一些游戏的气啊 可能要骂一下之类的 但是骂完之后 我建议大家不要每天长时间泡在社区里面刷帖子什么的 一旦长时间陷进去了 甚至自己跟着一起冲锋或者幻想自己在保护游戏厂商什么的 长久下来只会消耗你自己的情绪 以及你宝贵的人生 划不来啊 真的于众心长的跟你们说一下 自己的人生 自己的时间要更重视一点 你如果觉得哪个游戏他们恶心你了 那么你恶心回去的最好方法要记住就是直接无视他们 你要是骂回去 他们反而不难受 他们最难受的是你都不骂他们了 那他们才是真的两人 那他们才会真的有可能改 你们要搞清楚 并且如果社区里面越来越多这样的玩家 就像我国际服的观众 那样对类似的节奏 不去纠缠 不去狗斗 这样久而久之 这个社区的氛围才会平静下来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啊 这样的社区环境 我相信对游戏本身也是不好的 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沉默的人跟我一样 因为这个社区的环境太过为辣眼睛 就选择了离开 甚至连动着游戏都不上来 哦 那我是游戏评论员 我还吊着一口气在上线 没办法 这吃死也是我的工作的一部分 这也是我的工商 吃完之后 我还得跟大家汇报一下 这个口感怎么样 润不润 看在我这个职业精神的份上 两个比起步不够分吧 但是我内心清楚啊 就自己知道有一条线在那里 如果不是主播 我的选择会完全不同 在座的各位 你们可能只是普通的玩家 真的对你们而言也不是工作 非必要的情绪消耗 尽量避免 最多每天下班 来我这里吃个饭就算了 一起笑一笑 恰恰瓜子 剩余的时间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 资本的碰撞 他本身也刺激了土壤的恶极化 有些时候常伤也是迫于无奈 伤战是不得不打的 你不打别人也会打 你就算不主动进攻 你也得积极防守 你积极防守了 你又会发现有时候进攻也是很好的防守 这就像是深渊一样 当你凝视着他的时候 他也在凝视人 而这些他甚至只是其中的一些原因罢了 你比如说之前我也有 我朋友说 原神虽然前阵子有气坑草 可是气坑的都是正常玩家 那你能留下来的肯定都是爱的生成 或者是恨的生成的 要么就是粉转黑的 你和黑转粉应该是很难的 所以社区本身他其实也有很多的人间百态 各方面的原因像是蜘蛛网一样 他是交错不清的 我随口又能够给大家另外一个视角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观众 记得我之前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在17年的时候入坑过一款手游 他的3D建模水平在当时来说是非常顶级的 但是到了2021年的时候 他就给原神毫不客气的吊打 长线阴影的手游 你总得面对这样的问题 第一是玩腻了 第二是你技术力也开始不得不被新的精品拷打了 对比了 然后你又得面对更新整体游戏的引擎 是不是开发一个新游戏更加划算 还有开服红利可以吃很多的矛盾 这些担忧 其实我在一两年前就已经提出过了 他们也仍在逐步的变成现实 所以如今原神所面临的困境 他单纯就是到达一个瓶颈 在这么关键的转折点 原神的运营却丝毫也没有显得稳健 反而非常激进的尝试在扩圈 不管怎么说吧 这东西最终来看就是城王败寇的 时间是不会等任何的人 一个新的时代 他很有可能在前方等着我们 你看我随口一说 你就知道这个社区环境 他其实不是单一原因 简单塑造而成的 只不过很多原因 我在这个视频没有展开罢了 看吧 如果这个视频点赞过万的话 我们这个视频就展开一下 再多开几个视频 太有乐子了 瓜子命 在这边图的各位 我们终将起航 你们准备好了吗 保持关注 斯蒂天龙 一键三连观众频道 后面再继续 更有含金量的游戏咨询